題目說呢向量 誒等等 他說告訴你 A B C D 4 個點的作標給你了 然後呢他說兩個向量的一樣 9X Y 第一題 這個應該很簡單 第二題呢他說如果 A B C D 4 個點四邊形的話 請問 C 是多少 好我們先看第一題喔 因為第一題沒有很難 你先回答我 向量 A B 是多少 向量 A B 是不是把 A 跟 B 拿出來用對不對 然後中點減幾點 所以就是應該是 3 減 2 還有 4 減 1 所以答案多少 1 3 對不對 向量 C D 呢也是一樣的做法對不對 C D 所以應該是負 1 減 X 還有 5 減 Y 所以答案就 那就負 1 減 X 對不對 然後題目說怎麼樣 兩個向量會一樣 所以很簡單 1 會等於多少 負 1 減 X 然後 3 呢 會等於 5 減 Y 所以答案算出完了 X 跟 X 等於負 2 Y 呢等於 2 會來齁 第一題答案 第二題呢 稍微難一點點 他說 A B C D 為 B 詩編寫 請問你 C 多少 這個題目其實是有一點點 要小心的地方 原因是為什麼呢 來 我們畫個簡圖給你看一下 大概的位置 A 是在 2 1 2 1 大概這個位置 B 呢是在 3 4 1 2 3 1 2 3 4 然後 C 不知道 D 呢在負 1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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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邊 好這裡是 A 這裡是 B 這裡是 D 好 你把這個連起來 你認為 C 會在哪裡 看起來應該是上面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現在有一定要小心一點的是 我問你喔 如果他只是講說 他是個四邊型 但是他沒有規定說 A B C D 要按照順序的話 那你答案會有幾個你知道嗎 這邊會有一個 還有神言會有你知道嗎 這其實也可以 這邊 音量的你會變成一個平靈四邊型嗎 然後這裡呢 你可以有一個 所以答案總共會有幾個 總共會有三個 總共會有三個 聽懂嗎 但是因為題目說 A B C D 為平靈四邊型 這句話 告訴你的 A B C D 必須要怎樣 按照順序 就是 A 寫完了再寫 B B 寫完了呢 再寫 C C 寫完了再寫 B 你不能夠 A B 然後平靈四邊型就寫 A C B D 不能 就是你 C 不可以擺在這個位置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答案其實就是這個而已 那你告訴我這個 C 怎麼算 如果這個 C 是 X Y 的話 怎麼算出來 我先說方法有很多種 第一種就是你可以用項量去判斷 比如說 A 珠的項量應該等於 B C 的項量 對不對 可以啦 或者是用國中文的方法 國中文的教程你知道嗎 就是 A C 的終點坐標 或等於 B D 的終點坐標 也可以嘛 隨便你都可以 那 我現在要教授項量 所以我們用項量來講 所以如果 A B C D 是個平靈四邊型的話 那代表就是 A 珠的項量應該會等於 B C 的項量 這樣子會啦 那 A 珠的話我們可以直接算 A 珠 A 珠的項量是多少 可以 like 然後 B C 的項量 就能夠我們的項量 whether B C D項量 因果要壓 x 減三 跟 y 減四 所以答案算出 所以很明顯地 x 減三 所以答案 x 減三 hierarchy 這個應該是等於 08 OK 回了齁 好 這個你把它塗上去